縣政府指出,宜蘭地區水資源中心制評鑑制度以來,分別在103年、107年以及112年被挑選進行評鑑,前兩次得到假等的成績,112年得到優等,可見縣政府對水資源中心的維護管理相當重視。 在烏水下水道是城市文明進步的象徵,縣政府非常重視下水道的建設,要求做好品質,以及設施維護的工作,感謝水資處同仁以及維護團隊的努力,讓我們繼續打拚,推動各項基礎建設。 那其實宜蘭水資在以往103年、107年都有參加過評鑑,大概都是假等的成績,那這一次獲得優等也證明說我們在這個過程中有持續在努力進行,那其實這一次評鑑呢,它主要從設施的操作、維護、管理跟水質的處理,以及特別績效五個面向來做評分,那我們也建立了完整的設備的健全度的極致, 利用紅外線跟熱感應儀,去確認我們設備的妥善度,那每年都有編組相關的經費去做設備的改善,以維持我們的水質的,水質的安全這樣子,那保護我們河川的環境。 縣政府也指出,污水下水道建設是城市進步的象徵,目前縣內已有宜蘭和羅東兩大污水下水道系統,累計接管用戶超過6萬戶, 並且已經順利向中央爭取31億開辦蘇澳污水下水道系統,未來可以逐步改善環境衛生,以及提升生活品質。